天馬 來 約約關心 好的 來 東西都準備好了對不對 好啦 因為我沒有跟著你們一起做 所以我最後今天下禮拜跟下下禮拜 我都找很簡單很簡單很簡單的 然後中午順便加菜一下 我先分享一下今天要做什麼東西 有看到嗎 應該有看到吧 等一下 好來 所以啊 那個今天我們要做的是 跟蒸蛋有點不太一樣 它會比較滑嫩一點 因為我們有加牛奶進去 好來 叫做那個蔬菜牛奶蒸蛋 好來 那首先呢 我們要準備 我有叫你們準備 鮮奶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人的份喔 就是如果你雞蛋用一顆的話 鮮奶大概就是120cc 120我們有學過養樂多 是不是這樣一罐就是100cc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的鮮奶比較多 那你可以配比較多一點的雞蛋 好 然後呢 你可以選當季的蔬菜 看你們家 就是有多買什麼菜都可以加進去 你喜歡的都可以 那像老師示範的是 就是加了紅椒 紅椒跟青椒進去 好 那鹽巴一點點就可以了 那我們的戲劇就是這一些 你們應該都有準備了 好 那首先第一步驟啊 啊 吃起來差不多就像這樣 所以我們需要這些材料 一份牛奶蒸蛋約有半份乳品 不想單喝牛奶補充鈣質 入菜是很不錯的補充方式 好 來 所以啊 來 我先看一下 你們雞蛋準備幾顆啊 一顆 每個人一顆嗎 四顆 那你三顆 你三顆好 那你的鮮奶大概就要加300喔 三四百 可以嗎 我沒說太多 我家沒有鮮奶喔 你家沒有鮮奶 那你可以用蛋沒有關係 好 那陳佑你是要 你跟你妹妹是要全部做一起 還是一人一份 一人一份 好 好 你陳佑 你陳佑 你是要跟妹妹全部一起 一人一份嗎 什麼 一人一份嗎 你準備幾顆 你只有準備一顆嗎 你有四顆 好 那可以 你可以一起做沒有關係 那採提 你的先來我看一下 喔 也是 喔 這個很大 這個很大 這個可以做很多 那你的鮮蛋有幾顆 你有三顆 好 你可以三顆全做沒有關係 那瑋燕你有準備材料嗎 沒有 那你可以看著做啦 沒有 沒有 好 那你可以看著我們班的做 好 那 你陳佑你是要一人一份嗎 是嗎 點頭腰頭 一人一份 好 那你們的 那你跟妹妹 每個人都先一顆雞蛋 可以嗎 你的先來 你們的先來多大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夠不夠 可以喔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就一人一份 好 那你們先來 先學他來 你們先拿碗 然後把雞蛋打進去 然後筷子攪一攪 好 全部打 對 選舉你的可以全部打 魚真的也可以全部打 才T也可以全部打 因為你們的先來都夠 是一種儲神的概念 喔 喔 對 然後用筷子攪一攪 衛星怎麼沒有開鏡頭 再把它打散喔 像是這樣子 首先將雞蛋打勻 加入鮮奶 好 來我們先把雞蛋打勻再說 好 打完給我看一下 你可以給我看一下喔 欸 學燕君多享受啊 喔來 那個余蓁再打打散一點 可以喔可以喔 那個燕君可以再打散一點沒有關係 再繼續打 欸 女神又可以 女神又可以 可以喔 妹妹的 可以 可以 可以喔 可以都打散了 很好 好 好 余蓁的 我看一下喔 余蓁的 可以 余蓁的可以 OK 採提OK嗎 啊 採提可以 欸 衛宇欣沒有鏡頭啊 要怎麼看呢 我的呢 好 我看一下 徐彥均的 等我一下齁 好 徐彥均的可以了 好 你在等同學的時候可以順便打 好 吳宇欣 吳宇欣出現了 來 吳宇欣你打雞蛋打勻了嗎 我們現在在打雞蛋 好 宇欣我看一下 喔可以喔 宇欣你打幾顆蛋 所以這樣是幾顆 一顆 好一顆而已 OK 沒問題 一顆也可以 好 來 那我再重量一次喔 這裡 牛奶補充鈣質 入菜是很不錯的補充方式 首先將雞蛋打勻 加入鮮奶 調味料 混勻 好 來 所以啊 你看喔 我們剛才把雞蛋打勻了 對不對 好 現在要加鮮奶 來 我在講一次喔 一顆雞蛋差不多 100cc的鮮奶 就是像養肋多罐 我們數學教過的 一瓶養肋多就是100cc 好 來 所以旅程用你們那個一人一份 對 可以加進去 好 然後再把它打勻 好 彥均你是加幾顆雞蛋啊 3 你是打幾顆 3顆 好 那你先 你先拿一個容器 倒一些牛奶 我看 大概300-400cc 我看 這個差不多是100吧 所以你倒3杯 好 那彩婷你是打4顆對不對 那你差不多加500 500 500的牛奶 4500的牛奶 好 小容器 那你這個倒3杯 然後你打完我 這個 我再看 對對對 你這個倒3杯 先倒進去我看一下 老師那這個碗呢 這個碗你差不多 你先倒4碗下去我看一下 你先倒4碗下去我看一下 然後攪拌 然後余蓁是打4顆嗎 4顆 4顆 4顆也差不多500 那你有小的杯子嗎 好 你這個先倒2杯進去我看看 好 好 你們先倒哪 那那個余蓁 你就倒一個養樂多瓶差不多的牛奶進去 那你們嚼完我看一下那個濃稠度 對 老師我 嘿 老師這樣是一杯牛奶 好這樣是一杯牛奶 那你再 你再 你再倒一杯 好 你再倒一杯 好你再倒一杯進去 那再倒一杯的話 阿嬤我再放一個碗 如果不爽 對你可以拿大鍋子可以 好 好 就是電鍋放的下的都可以 老師這是一杯牛奶 這是一杯牛奶 好那你倒進去蛋裡面 阿你們拉完給我看一下 看一下那個 那個那個比例對不對 老師 是 用完的時候有點像木瓜牛奶 木瓜牛奶 對對對 就是這樣子 那個陳佑的 大家看一下陳佑的 那個顏色 你會 變成像 有點 淡 淡淡的淡黃色 鵝黃色一樣 好 大家有看到陳佑的嗎 有 我的可以了嗎 有 有 有嗎 有看到陳佑的嗎 有 那個彥均你的要再加一點牛奶進去 那個太黃了 好 你的牛奶都滴出來了 好 浪費 好 余珍 這個是 攪完了嗎 是嗎 老師我加好 好 好 這個顏色 有點淡 好 沒有關係 余珍你還有淡嗎 你還有再一顆淡嗎 我的這樣可以了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好 沒有關係 OK 來彥均的 我看一下喔 彥均的可以 OK 這個顏色可以 那雨昕OK嗎 雨昕OK嗎 好 我看一下採提的 採提的可以 可以 這個顏色可以 雨昕OK嗎 雨昕你好了 給我看一下 雨昕你的 好 可以 好 來 那你們有沒有鹽巴 鹽巴一點點 好 我教你們喔 鹽巴呢 就是 你的食指 跟你的大拇指 好 然後抓 一點點鹽巴起來 撒進去就可以了 好 來 食指大拇指 抓一點點鹽巴 起來對 撒進去 就可以了 不然會很神喔 廚師的沙巴 廚師的沙巴 你看一下宣君 這就是 不知道在幹嘛 明明就沒有東西 還要這樣子演 嘿 好 然後像那個 有啦 像那個燕君 魚針跟 採提 因為你們量比較多嘛 對不對 你們可以再抓一點 再撒進去 比較有味道 因為你們量比較多喔 過篩可以使蛋液更滑順 好 來 現在已經加進去了 對不對 好 拿完之後 來 你們要再準備另外一個容器喔 好 然後塞子像這樣子 放在上面 我們要過篩 這個步驟就會讓你的那個蛋液會很滑順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腳腳腳 然後會有那個一塊一塊的東西 好 那個一塊一塊的東西 蒸起來 它就會硬硬的 所以當你做這個步驟的時候 就會更滑順 你吃起來 蒸起來就會 更滑 就會更綿密喔 好 雞蛋是優質蛋白質來源 且含有脂肪 還有 加入 滑順 雞蛋是優質蛋白質來源 而且含有脂肪 然後就把它像這樣子 過篩一下 然後它就會把那個一塊一塊的東西 塞掉 更滑順 這可以嗎 這可以嗎 過篩 等我一下喔 這可以嗎 這可以嗎 可以喔 這怎麼長得很酷啊 這應該是那個什麼炸東西用的吧 是吧 這是炸東西用的吧 這個應該是某個鍋子 然後炸東西用的 也是可以啦 可以喔 很酷喔 可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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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鍋子 沒有 你的鍋子等一下是要蒸東西用的 因為你沒有電鍋的話 你要再拿另外一個鍋子 小的小的 在那個豬房啊 雞蛋是優質蛋白質來源 且含有脂肪 像它這樣子啊 上面這裡都是一塊一塊的東西 這個我們就不用 這個就會讓那個 蒸出來就會 比較 不綿密一點 當然這個步驟也可以省略 但是我們如果加這個步驟就會更好吃 好的我要先把那個 許願君麥克風關掉 OK 有塞好嗎 那我再從頭放一次影片 你們就邊做沒有關係 邊聽 一份牛奶蒸蛋約有半份乳品 不想單喝牛奶補充鈣質 入菜是很不錯的補充方式 首先將雞蛋打勻 加入鮮奶 調味料混勻 過篩可以使蛋液更滑順 雞蛋是優質蛋白質來源 且含有脂肪 軟黃素 軟凝脂肪 好我們現在是做到這裡 好有沒有掛喔 你看余蓁的有沒有上面這些 在塞子上面呢 都是我們不要的雜質 就可以把它去掉 好如果你在等同學 像那個陳佑你們在等 你們可以先去洗塞子 在等同學可以先去把東西輕輕整理一下 你看你的桌子現在有沒有很髒 有沒有很亂 可以清理一下喔 你陳佑有沒有你們的桌子 有沒有很髒很亂 有沒有 有嗎 沒有嗎 真的嗎 因為媽媽都幫你們弄好了 是不是 你看點頭齁 對不對 什麼 我們有自己插 喔真的喔 好 很好很好 那塞子洗了嗎 喔喔 選舉你拿刀的樣子好可怕 欸欸欸欸欸 不要給我玩 好所以李陳佑這邊塞好了 余蓁這邊也塞好了 柴基塞好了嗎 好了好了 那彥均 許彥均你該不會現在要給我喝牛奶吧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好那個余蓁塞好了嗎 好了 好 像許彥均就很享受 還可以這樣給我喝牛奶 喔 也是 嗯 好啦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準備用到 刀子跟沾牌 我們要切東西囉 維生素A 維生素B群 等營養素 彩膠洗淨切小丁 那這邊呢是用青椒啦 這邊呢是用青椒啦 這邊呢是用青椒啦 這邊的示範是用青椒 所以呢 你們可以選你們自己喜歡的蔬菜 看你們準備什麼 像許彥均你準備了什麼啊 這是什麼 維生素B群 好 你們把你們的蔬菜舉到前面 我看一下 你們準備了什麼蔬菜啊 我看一下 來 像那個 彩提示小王瓜 小王瓜有沒有 喔很好 好來 那現在呢 你們要先把菜先洗一洗 然後那個砧板跟刀子 把它切成小丁狀 看你喜歡吃丁狀的 還是你想要把它切細一點 都可以 那像 媽媽 你媽媽都幫你切好了喔 這麼好 然後你看喔 像老師準備的這個啊 也是蔬菜中 維生素A和C 含量高的 而且熱量低 最後將蛋液入蒸 然後就要把它切成這樣子 那你們自己如果在用刀子的時候要注意喔 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現在看不太大 我也沒有在你們旁邊 所以你們自己小心一點 嘿 我以前是在旁邊嗎 我以前你不是要上那個小蕾老師的課 小蕾老師在叫你咧 小蕾老師說 小蕾老師說 你沒有上 老師也說她進不去 蛤 進不去 那你有抄代碼嗎 雨晴你有抄代碼嗎 有啊 有喔 怎麼會進不去呢 等一下喔 我看一下代碼 那你唸一下小蕾老師的代碼給我聽 我看你有沒有超錯 小蕾老師的代碼給我聽 我看你有沒有超錯 你會超錯 那你唸 小蕾老師的代碼是什麼 小蕾老師的代碼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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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打一痕没有关系 你就直接P R E Q W Y X H J L 不用打一痕 好 那个痕不用 好 那个痕不用打 好 有没有切好的要给我看的啊 有没有切好的要给我看的 小心哦 好 陈佑你切好了吗 好 慢慢切 那如果你想要吃比较大片的 那你就切比较大块 那你要吃小丁状就切小丁状 你喜欢很碎很碎的 好 那你也可以切很碎很碎 没有关系 我切好了 好 我看一下哦 我看不到 好 你等我一下哦 哦 彥均你再给我看一下 看一下 是这样子 可以啊可以啊 没问题 可以的 好 那那个余蓁 余蓁的我看一下 等我一下哦 好 来一下 余蓁的它就是切小黄瓜可以 如果你想要吃这样子一块一块的也可以 OK 没问题 哎 余蓁佑你怎么感觉好像没有在动 你在干嘛 余蓁佑 老师那切完是要倒进去吗 切完你先在旁边预备等一下 好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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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蓁怎么了 他说你是第一位参赛者 蛤 什么 我答 是哦 啊 Q Q Y H J H J Z P R E Q W J H J D 2 4 6 8 10 10个英文数字嘛 对啊 哎 还是他们结束了 那你等一下点20再登进去看看好了 好 那你可以跟妹妹一起做啊 好 切完了 嗯 切完了 嗯 好 你们慢慢切齁 余欣准备什么 你的蔬菜是什么啊 那个是什么 因为现在有点模糊 我看不是很大 那是什么 红瓜 红瓜很好啊 现在小黄瓜当季 很好 当季的食材 我们就是选用当季的蔬菜 然后加进去 就会很健康 然后又很便宜很营养 但是我给我们这些 但是 我给我们这些 好 好 一针切完了嘛 然后采提 采提切完了吗 采提 我看一下 哦 好 可以可以 艾燕君也切好了 好 然后 哎 李成友我还没看到你切的 哇 酷哦 你们是准备什么菜 哈 李成友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叫做什么菜而已 变菜 变菜 变菜很好 变菜也是现在当季的蔬菜 很好 怎么办 吃当季的蔬菜最棒了 好 OK吗 可以吗 好 那我继续 当你们切好的时候 好来我们刚刚的蛋 你要倒进 我们要放进电锅里面 蒸的那个碗 然后加入你刚刚切的蔬菜 就可以拿去蒸了 好来 所以我们到这个步骤哦 你把它倒进 你要放进电锅里面蒸的那个碗 或锅子 然后呢 把你的菜 好 撒进去 好 撒进去 什么 这个编ys 对 很 Information 然后用玄pe 你先把锅子也放进去 还要楼子 这个碗 那个锅子 那鱼子也不然做了 对吗 也不可以 不是,你要放進去那個碗,那個碗是要放進鍋子裡面蒸的 所以你要找一個碗,那個碗是要放進去鍋子裡面蒸或放進去電鍋裡面蒸的碗 你那個鍋子是要拿來蒸的 要不然你就用同樣一個碗也是可以啊,如果那個碗可以蒸的話 好,來,如果你們那個東西都放進去那個碗,我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你們那個碗有沒有弄熬 有,彩提,你看彩提的把他的那個小黃瓜弄絕拉魚真的也把他弄進去 哎,魚星的我看到了,弄進去了 那個玄君是自配音效 好,那個陳佑那個葉子齁,有那個,好可以可以可以,沒問題 玄君有自配音樂捏,自配音效捏 是這個,好,彥君加油,剩你啊 好了嗎,這樣子 好,可以彥君的也可以,好,來大家都好了對不對 好,那接著呢,你看喔,我把它丟進去之後 電鍋外鍋加入四分之三杯水 好嘞,你們的電鍋啊,是不是都有配一個,就是煮飯的時候 你們是不是有一個塑膠杯,電鍋是不是有配一個塑膠杯,有嗎 買電鍋的時候都會配一個塑膠杯的杯子 就是在量水的嘛,好,來,四分之三杯水,來,四分之三 又要複習數學,來,一杯,評分成四等份,裡面的三等份 好,你們去倒一下,然後給我看一下,用那個塑膠杯,四分之三杯的水 四分之三杯的水 蛤,你倒好了嗎? 我啊,那倒也倒好了 喔,已經倒進電鍋裡面了 好,那徐彥均喔,你的那個大鍋子 你的大鍋子,好,去裝一些水 你就用那個碗,裝差不多一碗的水,然後倒進去 倒進去你的大鍋子 那個大鍋子 喔,你就拿一碗水,你就拿你的碗,然後裝一碗的水倒進去 四分之三杯水 那如果你沒有那個塑膠杯也沒關係 你就大概是,就是小杯的水,然後四分之三這樣子 沒關係,就是我們蒸的時候再看看 如果沒有蒸的時候,我們就再加水就可以了 要放一個刀子嗎? 蒸的時候要放刀子嗎? 蒸的時候要放刀子嗎?為什麼蒸的時候要放刀子? 因為電鍋上面,電鍋的蓋子沒有動啊 喔,沒有要放筷子,不是放刀子啦 等一下我會講啦 喔,不是放刀子,放刀子也太可怕了吧 是,蒸好了 好,蒸好了,那你拿去那個 你把那個,你的那個,放蛋的那個碗放進去鍋子裡面 然後拿去瓦斯爐 把瓦斯爐的火打開,然後蓋上鍋蓋,這樣就算蒸 好,因為你如果你沒有電鍋的話,就用這樣子 阿妮小心一點喔 放入蛋液,蒸熟即可 記得將電鍋蓋,留一點縫隙 蒸蛋比較不會起孔洞喔 好,來,那這裡有一個小訣竅喔 好,當你把那個,蒸蛋的容器放進去 電鍋蓋是不是蓋上對不對 好,來,現在喔,我教你拿一根筷子 然後呢,那個,卡住那個 喔,好,我說現在是不是放進去電鍋了對不對 好,電鍋蓋蓋上之後,要記得留一點空隙喔 好,來,這個空隙怎麼弄,來,你拿一根筷子 然後呢,對,然後放在那個蓋子跟那個電鍋的中間 然後他就會留一個空隙了 這樣蒸起來比較不會有孔洞 好,這個是小秘訣 彩提OK嗎?彩提你拍你的電鍋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嗎?彩提你拍一下你的電鍋給大家看一下 好,來,來,大家有看到嗎?彩提你再往上一點點 好,來,大家有看到嗎? 就是你在蓋子跟內鍋的中間你就插一根筷子 好,讓他有個縫隙 這樣子你的蛋蒸出來就不會一個動一個動的 好,有沒有看到彩提照的 好,你就拿一根筷子 然後這樣子放著 好,讓他留一點空隙 這樣蛋才不會蒸出來 就會有些蒸蛋出來會一個孔一個孔的 好,這樣子就比較不會 好,謝謝彩提 好,老師 謝謝 來,張彥均裡的也是 好,你說 嗨 嗨咯 蛤 什麼 好真的 好 彥均現在正在 好 你有什麼事情請說 那個 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什麼 你現在講話我聽不到 什麼 我聽不到 這個是電子鍋 這個是電子鍋 那個是煮飯的 那是電子鍋 那是電子鍋 那是煮飯的咧 我的電鍋 我的電鍋 對 可以 你現在太黑了 哇 彥均你的太黑了 我看不到 是不是就亮這裡了 對對對 你要蓋上蓋子鍋蓋 一樣喔 就是弄一個筷子 讓它有縫隙就可以了 好來 現在記得電鍋要插電 然後呢 按鍵要按下去 我很怕你們那個按鍵沒有按下去 沒有插電 然後就擺著 以為它會好 你們要看一下那個電源 有沒有紅紅的 有沒有亮燈 有沒有 好 要亮燈喔 它才有開始在蒸 我怕你們那個很開心 放進去呢 然後就耶 我好了 然後結果就沒有插電 沒有按下去 它不會熟的 各位 先生小姐 老師很快 要用電子鍋 好啊 那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啊 好吧 你們方便就好 好 我是不知道電子鍋可以這樣弄咧 好 你們可以試試看啊 試一次 OK的 好來 那採提的我電鍋看看 他沒有寫這張 好 那你們用一下 那李承用你的好了嗎 來拍一下電鍋給我看 好的人拍一下你們的電鍋給我看一下 拿一下 拍一下 一口 可以 好 程友的可以 欸你們這樣三個人的放得進去喔 放得進去嗎 你們三個人份的這樣子放得進去 好 語心OK嗎 語心你的放進去電鍋了嗎 好了 我拍一下電鍋 我看一下 阿 余真言放進去電鍋了嗎 有喔余欣有沒有按下去我看一下有沒有亮亮 有嗎好OKOK余欣的OK 陳佑你們的是三個碗一起放進去還是集中到一個大碗 我放的進去喔厲害喔 余真也放進去了喔 好OK那我們就等電鍋跳起來就OK了 那我就再從頭再播一遍 一份牛奶蒸蛋 約有半份乳品 不想單喝牛奶補充鈣質 入菜是很不錯的補充方式 首先將雞蛋打勻 加入鮮奶調味料混勻 過篩可以使蛋液更滑順 雞蛋是優質蛋白質來源 且含有脂肪、卵黃素、卵磷脂、維生素A、維生素B群等營養素 彩椒洗淨切小丁 彩椒富含甲離子外 也是蔬菜中維生素A和C含量高的 而且熱量低 最後將蛋液入蒸蛋丸 加入彩椒丁就可以拿去蒸了 電鍋外鍋加入四分之三杯水 放入蛋液蒸熟即可 記得將電鍋蓋留一點縫隙 蒸蛋比較不會起孔洞喔 好的 所以最後蒸出來啊 像這個啊 就是很簡單 然後又很營養很健康的東西 有蛋白質啊 然後有蔬菜啊 有鈣啊 什麼都有 好來 所以我們現在在等蛋熟沒有關係 然後這段時間 你們可以去喝喝牛奶啊 剛剛沒有喝完 倒完的牛奶可以喝一喝啊 然後去洗洗作業啊都可以 我們就是等那個電鍋蒸熟就可以了 好 等電鍋跳起來的時候 你們去看一下啊 看有沒有蒸熟 如果沒有蒸熟 你們就再加一點水 然後繼續給它蒸 因為有些人做的比較大分一點 那如果 他還會在晃的時候 還是沒有熟的時候 你可以再加點水 然後再去蒸你 給他蒸一下這樣子 哇第一節下課了 好那我們就下課吧 下課 下課